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着犹太人的不顺服你们到蒙了连续 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 现在也就蒙连续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 特意要怎么样 怜悯众人 所以弟兄姐妹 他不是只有怜悯我们这些外邦人 他也怜悯 他的怜悯也不会离开犹太人 那透过犹太人的不顺服 恩典就领导我们 那因为我们的顺服 就让犹太人也因为我们的顺服 他们有一天 他们也会顺服 另外姐妹 为什么就是这样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了解到我们这个人 我们天然的生命在亚当的里面 我们的DNA已经被罪侵入 所以我们的DNA已经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那弟兄姐妹 接下去就是之前所讲的这一个丰富的救恩 那所以弟兄姐妹 归结了两个 一个就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叫我们的罪 他为我们使在十字架上 他替我们流了宝血 那成为我们的这个挽回忌 使我们可以罪得到赦免 罪得到赦免 他代替我们使在十字架上 罪得到赦免 弟兄姐妹 神就不再追究我们的罪 我们从一个神的敌人 现在我们与神和好 并且最终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喜乐 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我们跟神恢复的关系 那这是十字架的救恩 但是我们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们所犯的罪 而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个里面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是一个会犯罪的人 所以你只有解决我所犯的罪 那当然是很大的恩典 可是我会不断不断的犯罪 因为我是一个犯罪的机器 弟兄姐妹 感谢神 上帝也有为我们这一段 为我们预备了什么 就是预备了十字架的救法 前面是救恩 后面是救法 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叫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定 同死同买同复活 弟兄姐妹透过我们这个被污染的这个DNA 死了 弟兄姐妹 这个跟耶稣的死连结在一起 跟祂一起认同祂 祂代表我们死 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代表 祂死就是我死 我就可以向罪得到自由 向律法得到自由 向我们软弱的肉体得到自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感谢主 这个救恩 这么的奇妙的伟大 要临到外邦人 也要临到犹太人 所以弟兄姐妹 最后在三十三节 三十四节 三十五节 三十六节 这几节圣经呢 就是一首保罗在写这件圣经的时候 充满着圣灵的感动 他就唱起了一首灵歌 这是一首灵歌 三十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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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 谁做过他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他 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身灾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弟兄姐妹 只有上帝 智慧就是解决的办法 有智慧的人就是 就是他有好的解决办法 没有智慧的人就是 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没有智慧 那弟兄姐妹看见 上帝解决的这个 旷世以来最为最大的难题 就是神是公义的 虽然他要审判人 但是神又是充满的慈爱 他要来拯救人 弟兄姐妹 怎么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呢 弟兄姐妹 就是上帝用十字架 伟大的工作 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她就保罗最后在那边 这个赞美神 她说身灾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她的判断何其难测 她的踪迹何其难寻 她说这个 谁知道主的心呢 谁做过她的谋事呢 谁是先给了她 使她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她 依靠她 归于她 愿荣耀归给她 直到永永远远 上帝祝福她自己的话 我们在这里 一起跟保罗一起 把赞美敬拜 归给我们的神 阿们